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日本除了摩登現代的建築以外 也有許多代表日本歷史風格的區域 比方說京都的二年三年版 小京都之稱的金澤日葛朝屋 小江湖之稱的川越 日本遺產秉之譜 夏亭風格濃厚的朝鴨 或是各地百年千年以上的溫泉街 這些地方好拍照、好散步 也藏有好吃的東西 更有特色的旅館 鮑勃這次就來介紹這些區域給大家 自古以來松島、天橋立、宮島 就已成日本人民喜愛的旅遊勝地 在江戶前期寬有二十年 凌春在著書《日本國式基考》中 寫松島特色時提到 松島、此島之外有小島若干 帶入盆池月坡之景、景之之家 與丹後天橋立、安逸岩島為三處齊觀 後來要在貝源奕宣以四季行 將松島、天橋立以及宮島稱作日本三景 天橋立位於宮京市 雖然位於京都府 但距離京都市有點距離 坐車大概要將近三個小時 面對日本海的天橋立是一條長約3.6公里 寬二十到一百七十公尺長的沙洲 沙洲上有八千棵茂密生長的松樹 簡單來說天橋立是一座大自然所創造出來的天然橋 大家可以在沙洲上來場一個小時的悠閒散步之旅 喜歡海的人可以沿著沙灘走 喜歡被樹環繞的人可以走在中間的大道上 欣賞美麗的松樹 我們來介紹兩個可以觀賞天橋立沙洲美景的地方 傘松公園自古以來就是天橋立的名勝 椅子季行中也提到這裡的美景 1927年纜車開始運營之後 又帶來更多的觀光客 在傘松公園的觀景台上 可以試試看從雙腿間倒過來看天橋立 會變成浮在天空中的島喔 位於傘松公園對面的天橋立 Viewland的觀景台 反過來看天橋立的話就會有飛龍在天的效果 另外也可以到全長約250公尺 離地約8.5公尺的飛龍光回廊 可以再次展望另外一個角度的天橋立喔 松島距離仙台車站只要坐車約25分鐘 這裡總共有260個島嶼 然後因為島上也有茂密的松樹林 所以稱為松島 那我們來跟大家介紹幾個松島壁丸的景點 鎖岩寺的祥明是松島青龍山鎖岩原浮禪寺 為平安時代所建造 距今約一千多年 本堂為國寶 然後寺內也有很多重要的文化財 五大堂也屬於瑞岩寺的一部分 為國家指定重要文化財 在慶長九年、1604年 由伊達正宗宮所建 走到底可以直接觀賞松島的美景 搭船由松島 可以將松島大大小小有特色的島一次享用 我們這次搭乘的人王丸 一趟大約50分鐘 一次會經過37個景點 若不想乘坐大船人幾人的話 也可以乘坐比較小的船或直接包船 浮浮島是個縣立公園 是一座生息的三百多種花卉、植物及樹木的自然植物園 在浮浮橋盤有日本、台灣有情之橋的牌子 紀念台灣在東日本大力鎮協助修復瘦寸的浮浮橋 看著鮑勃心頭暖洋洋的 島上逛一圈大概需要一個小時的時間 雖然有高地落差 但不是很難走 到處可以看到觀景台可以欣賞松島 也提供椅子讓大家休息 岩島神社創建於西元593年 岩島神社創建於西元593年 陸續在公島建立起的家園 然後到了江戶時代 這裡就變成了觀光聖地 神社會建議在海上的原因是由於當時人們對自然的信仰 不能隨意砍伐樹木或開發土地 因為等同於傷害神明 所以才蓋在海上 而現在所看到的建築方式是西元1168年由平清聖營造完成 距今有800多年的歷史 建築的設計方式採用傾殿造 是平安時期貴族宅體的一種樣式 簡單來說正殿的中心建物 面南側的庭園而建 渡殿連結正殿 再向南伸出渡殿 南端設有吊殿 沿島神社建造完成之後 屢次遭火災、颱風等等的天災侵襲 但得到蓮艙、市地幕府的庇護而重新修復 神社本身於1952年被日本列為國寶 由於神社透過大海和高山不同色彩 和形態強烈反差表達了日本人對於自然之美的理念 極自然美和人類所創造的美的融合 讓這裡於1996年被列於世界漁產 封國神社又通稱千蝶閣 是安土陶山時代的1587年 由封城秀吉下令建造的木造神社 是宮島內最大的建築 面積相當於857個榻榻米的大小 但由於封城秀吉的世事 讓此建築保持未完成的狀態 避免已經天花板都沒有完工 但也變成江戶時代島民交流的場所 也是日本的中華文化財 在這裡悠閒地找了地方坐著吹吹風 看個海景體會一下古人在這裡聊天交流的雅趣 以上就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還可以訂閱 Follow我們的YouTube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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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下次再見